股市出大事了 深夜A股市场传来三大消息 盯紧这一方向迎来底部绝金 哈喽大家好 我是技术派焦以心 一个十年产论技术研究的老技术派 今天上午呢 录制一下4月18号的找屏视频 跟大家整理一下晚间传来的劲爆消息 直接对今天的投资方向产生重大的影响 那同时呢 相信最近关注我的粉丝朋友都非常开心 我在周末强调券商板块将迎来惊天大逆转 那么确实昨天的券商板块也给了大肉 而且今年呢 一共两次惊天大逆转都被我说中了 节奏呢 也非常稳 也是拿捏的非常给力 那么话不多说 新来的朋友记得点个关注 不迷路 以便后续验证我的观点 老朋友记得扣666 长按点赞正能量支持一波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整体的消息面 消息一 户锡主力合约涨幅12% 这是昨天 那整个的话缅甸禁矿的文件呢 属实 那涉及到的是有色金属和稀土的两大板块 流传一个文件 就是缅甸呢 要决定在今年的8月1号后啊 暂停一切矿产资源的开采和挖掘的红头文件 所以说的话 这个文件啊 对整个的金属稀土方向的影响呢 是非常大的 但是上述的文件确实是属实的 后续的情况还有待观察 互稀的主力合约呢 在昨天的下午收盘之后的话是涨停了12% 那现货的这个稀价那连续市上涨啊 已经达到了每吨20.93万元 稀矿的出口啊 是缅甸的重要的财政来源 当地呢 很难完全暂停开采和出口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文件之后 会发现啊 这个力度太大了 那当局呢 有可能关闭一些尾矿或者小矿 所以说呀 对于整个稀土和这个有色金属方向啊 它的一个利好啊 是出现了一个大量的刺激 现货价格直线的飙升啊 所以说的话会带来一定的利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稀有金属这个方向啊 消息一 那消息二呢 我们看围绕着消息二高层啊 据农业部的消息啊 高层近日啊 要下达100亿资金 向实际的重粮农民发放一次性的补贴啊 主要呢 就是支持春耕生产 进一步的调动农民重粮的积极性 此事补贴对象为实际的重粮者 一般呢 是重粮大户农民合作社 那农业企业和新型农业经营的主体 以及开展粮食耕种服务的个体 这个农业方向 大家应该知道 是我国的第一大产业 而且的话 这个农业方向啊 我们国家高层啊 也是三零五身 所以说啊 是重重之重的一个方向 但是这里呢 关于农业方向呢 我跟大家提到的最主要的是农村 这个供销社的方向 因为供销社呀 就是保证整个春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社 重要的一个机构 对吧 所以说的话 我们呢 我们知道去年呢 整个的一个供销社的概念啊 是大炒了一波 那现在的话 我们知道今年整个的春耕啊 为了鼓励农民的重粮和对于农业方面的支持啊 那整个的供销社的概念啊 有望呢 迎来一波再次起涨的机会 所以说呢 可以作为一个重点的关注 俗话说呢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运气啊 总是留给能够坚持的人的 这里呢 也非常恭喜 经常关注我视频和文章的铁粉 完美的把握了这样的一波啊 确实啊 我的文章也很给力 本月提到的中公国际和中柴国际 也是拿下20厘米 包括上周的广汇能源和纽微股份 我们也是判断在了GD店 中泰证券呢 今天直接封板啊 就问大家牛不牛 开不开心 如果说你是新来的朋友 还不清楚在哪里看我文章的 我再讲一次 大家平时在手机上 经常用什么和你的亲戚朋友 打语音 打视频 发红包的 在那里呢 收技术派交易心 记住六个字 多一个字 少一个字 都是冒充 关注我的文章 就可以看到了 那最后一条消息 非常的重爆 因为首先呢 我们知道疫情结束之后啊 现在又迎来了一个新毒王 来袭 肆虐了29国 传染力增强了超一倍 目前已经进入到我国了 又一种新冠变异的病毒 XBB.1.16 引发了全球的关注 包括印度 新加坡 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等29个国家的感染病例啊 正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啊 所以说的话 传播速度比之前的XBB.1和XBB.1.5的毒株 约为1.17倍和1.27倍啊 这一变异毒株未来可能成为全球下一个变种病毒 所以在整个的快速的传播下 印度的新冠病例呢 又有可能会出现大规模激增的现象 并促使啊 这个相关的高层要重新恢复啊 强制口罩令 所以说的话 那直指的这个板块效应 首先呢 这件事啊 确实是对我们是引起一定的恐慌的 那再一个的话 它直指的板块呢 就是新冠的特效药啊 所以说新冠特效药已经跌的够多了 我们来看一下技术面 在这里呢 我们简单给大家做一个 这个中枢结构的一个情况 接下来 它整个的一个见底结构啊 也是非常的明显 所以呢 短期的处理反弹 是能够给我们迎来这样的一波 潜伏的机会 我们可以呢 重点的去作为一个整体的关注啊 那这是今天整个4月18号的找评新闻 那听懂的朋友们呢 记得在评论区打卡一波666 长一点赞好运不断 最后呢 祝大家2023年股市长红 我们下个视频见